《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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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她Kathleen Chan 拍照可以从零开始 差不多是讀设计才开始接触摄影 我从开始只是想学摄影 去帮助我设计广告 到直接转变了我 我喜欢摄影 我觉得摄影 它特别像音乐那样 不需要语言方面的沟通 可以跨各界的 不同的人可以沟通 我自己在贫穷家庭成长 我会明白到 没有钱的日子是怎样过 我听我妈妈说 就是我未出生之前 他们会 譬如一个床位 上下架床已经是两家人 下架床一家 他们吃饭 做功课 睡觉 都是那个范围 我是八兄弟姐妹 我是最小的 我不会有很多机会 买到新衣服 很多时候都是七手才到我 我今次的作品是叫Kina's Life 就是清洁工办公的地方 或者休息的地方 去记录那个环境 去反映他们的工作 我自己觉得 其实做清洁工是挺难顶的工作 相对来说 其实他们的辛酬 和他们的辛苦来说 我觉得不成正比 希望在他们的环境上 反映回 其实他们才是最珍惜物件的人 在这个消费社会里面 其实很多人只是想着 不停消费不停消费 没有思考过 是否真的需要 或者是否真的必需 贫民这个问题 香港一直以来都会有 只不过现在好像是打散了 你是看不到 以前会整堂木屋区 你会看到贫民区 现在只不过是打散了 变了室内的劏房 以前呢 运用自己的创意 有技能 反而好像有一个 向上流动的空间 现在就可能 稳稳定定 有个最低工资 做到一份工作 但是就不是他们 学以致用 或者有得发挥的工作 一朝一夕 可以解决贫穷的问题 我觉得很难说 但最起码就是 希望有个尊重在那里 如果做得辛苦 但是别人会尊重他的 他会觉得 做事会有价值 和生活会有尊严 摄影师提供了一个 亲身经历 摄影是其实分享他的 视线 我觉得 不可能全部人都去完 现场 但其实可以透过摄影师 那个视线 可以好像经历 他们平时没有留意 平时会错过了 或者是事业不见的 他们会重新面对 要时间慢慢选择 慢慢看 要时间慢慢选择 我们会有点准备 他就会有什么 温度